开始出凉了啊 风干下场 房子后边这个道子 早已放两旁 把例子摆中间 多少男子汉 一怒为红颜 就这个啊 端上这个礼食 外边还有个冬暖虾 到家你送礼 还是跟人吃都行啊 啊 还行啊 说我没说明白 朋友们啊 这个包装打好了 就这样说的 这老弟选的盒挺好看的 刚才有个鸭 鸭田稻 跟我这个挺符合的 我就不仅 你这稻田养鸭子了 而且是几壶没打药 啥叫几壶呢 我就解释一下 八地前 这稻米没摘一天 有一个封闭药观草的 叫封闭药 八地前放下去 完了三四天之后摘稻子 之后呢 稻子摘下去十五六天 还有一边是拌了十斤二斤的肥料 颗粒 那也是管草的 拌了它了 把羊下去了 这两边都没粘着稻苗 但稻根肯定得粘着点啊 往后期一个 比如说三遍那个盗文明药没有 还有刀肥师一遍管虫的 二化明一遍管虫的 这都没有 管草的那正常就是说 这里害得有一遍 就是往叶上喷这管草的 这也没有啊 再就是说一些什么增产的呀 还有提升口感都没打 其实提升口感应该打 明年吧 咱打提升口感的 就是比如说复锡啦 或者咋的呢 明年打啊 今年啥都没整 管是你算不算有机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也不在小店上卖 这都是线下这些朋友 就给解决了 我打算就是说 一共六千八百斤吧 我有招 防止就是我自己 让大人误会 我超卖 卖的多啊 那就是每个人买多少 我都给他整 整完之后发网上 完了不全名写上啊 就写一个符号 比如姓啥 什么先生啊 什么女士啥的 这么得给他 大伙对照一下咱 看谁 谁买完了 都在这个名单上呢 完了说 每人买多少斤 一超过六千八百斤 这就是造假了 咱们就是这招 这是我想过 我想出来的事 大家误会 还有这个玩意 能不能更好吃 这么贵啊 我认为啊 不见得 昨天我也吃了 不见得 比我那个之前 那个卖八块钱 那更好吃啊 它这就是药嘛 没打没打 就算没打药嘛 这玩意儿 我打算投 投 投五份 就是就是超过200斤的 或者200斤的啊 送一只道天鸭 就五份啊 想送五个鸭子 还有就是说 卖想卖两千斤 一块三毛 也十三块八的 后期那个四千多斤 想卖十五块八 想增加点利润 反正扣去成本 有点涨算 我这玩意儿 咋说那有点少吗 是不是 这种形式种植的 所以想增加点利润 让大家理解 就说 我看来 我看来 在我看来 这一块 我看来